最最基础的入门的东西 咱们说这个 老师我想学道家的工作 无论是武功 还是这个修道的工作 还是咱们说一些 所谓的玄功 传说中的玄功 能不能承担武道 老辈子他这么教 你可以这么练 咱不管是什么东西吧 只要是道家的东西 就是说我想入道 不是我想学道 我想了解这个道是怎么回事 你想了解呢 你必须得有体悟 你理论上永远搞不明白 我经常跟这个学员说 如果你想从理论上 在你完全没有 就是经过这个 这个咱们说道工的这种 学习和修炼中 你去用理论去分析 去搞透他 你最后你搞得你吐血 你也搞不明白 所以你必须得有体悟 一边练一边研究 一边练一边研究 你只有这样 你才能够把它搞清楚 所以说咱们很多这个 就不懂这个东西的人 他没念过 他就喜欢自己用自己的逻辑思维 去研究 然后一直搞不明白 很痛苦 实在想不通 不符合这个原理 不符合那个原理 这个世间 说不清楚的事很多 让我们需要去 根据老辈的这种方式 不要自己改 老功法就是最忌讳的 就是你胡编乱造 说是你练了几年功法 就说我自创一套功法 我研究了几十年 我自创一套功法 那是瞎掰 必须得老辈里怎么教的 你这东西就得怎么传 你可以自己 就是你练完成后 你可以自己改 但是教人的时候 不要自己下编 因为老辈里 如果你能想到的 老辈人肯定能想到 为什么呀 过去的人 一代一代 他们是专业干这个的 比咱们都专业 咱们一拼头老百姓 哪怕是个博士 博士后也没有用 你一个人的能量总是有限的 你的精力 你的悟性 都是个问号 首先你得到那个境界 是吧 但是现在过去人的境界 咱们现在能达到的话 只能什么呀 只能望尘莫及 几乎是达不到 我们只能追前的脚步 能追一步是一步